这间就是大友街的大师傅竹品店 就是这间 它的位置在哪里呢? 这一条就是大友街 前面那里就是珠石山地质站 前面这个横街就是五方街 这里是五方街 五方街走过来这里就是三樽汤包 旁边这间就是大师傅 就是这里来的 这一条街都是大友街 大友街这附近也有很多商业楼宇 还有工厂也有 都是有少量的 那这里也是有小巴站 小巴的那些车也是经过这里 这个时间就是早上的六点零七分 那我今天就来到这个大师傅的竹品店 那它的地址在哪里呢? 它的地址在新鲜江大友街万迪港墙地下 那今天呢我就叫了一个鱼片竹 加这个炸粮的 那它的买价多少钱呢? 它买价就是34元而已 那它这个早上的套餐就是这样的情况 这里的竹品那里 艇仔竹、碎牛竹、肥蛋竹、猪虹竹、咸蛋竹、 生菜粟米竹、鲜鱼片竹、菜肝猪骨竹、肥蛋兽肉竹 如果是配右边的油炸鬼啊 或者牛里酥、咸煎饼就31元 如果是配炒面、炒米、齋腸就33元 如果是配这个炸两的呢? 就是34元 那今天呢? 这个鱼片竹,我就配这个炸两的 所以这个买价就是34元而已 如果不是呢? 如果是正价来说呢? 它的竹品呢? 这一辣的竹品呢? 就是卖28元的 那油炸鬼呢? 12元,那就是40元的 那今天呢? 如果你配这个炸两呢? 就是另计啊 那这样呢?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就也都要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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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套餐呢? 它买价呢? 就是由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6点30分至10点30分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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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就跟早上的土餐一樣價錢 今天它又來了這個炸糧 它的炸糧就買34元而已 這裡的油炸軌是非常之鬆脆的 所以我今天第一次來到這裡 我選擇了這個炸糧 在炸糧那裡 炸糧那裡我就要加一些甜醬 或者甜醬 先加甜醬 現在我就加了甜醬 芽醬 辣椒醬 三樣醬都加起來才好吃 豬腸粉就是這樣 豬腸粉為什麼要這樣加呢 如果你不是這樣加的話 就根本是不好吃的 因為它是用麵粉做的 所以故此來說也是不好吃的 它是用麵粉做的 那麼三色之後呢 三色之後呢 煮熟之後就可以了 然後還有一個叫芝麻 非常不同 因为吃腸粉是要这样的 我现在叫了鱼片粥 是鱼片的 我给了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放在这里 好了 我现在就放了 鱼片的材料都非常多 是不同的 这个卖价来说是34元 是1-5时间才有的 如果是星期六和公共假期 就是正价的 那竹品呢 这些竹品是28元 那这些孖腸呢 就价钱都不同的 如果是正价来说呢 这个白粥是14元 酥虹粥是28元 那这一类的粥是28元 那炸粥呢 就买28元 那炸粥呢 就买20元 那就是换句说话 如果是正价来说呢 我今天这个来说呢 就是28加20 就已经是48元 这个炸粥呢 就是20元 平时买了 炸粥以上 那这个 鱼片粥呢 那 玩鱼 玩鱼片粥呢 就28 那今天呢 那今天呢 我就省了14元 就省了14元 就省了14元 这个呢 就是 那 那价钱就在这里 那 那个价钱就在这里了 价钱在这里 那 你去看一看这个价钱吧 这是这道 merch experiment 那价钱在这里 這裏有些筷子 不然外筷子好看 首先我試一試炸糧 炸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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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经济的 是不错的 刚才我刚才试过这个 这个炸凉是非常好吃的 这些油炸柜都是在这里炸,所以它特别松脆 老实说,今天这个饭34元,非常经济,如果平时来说,就要48元了,因为停一组就收20元了,这碟炸两就收20元了,今天我就省回14元了 不过现在很难说,现在做生意来说,不是这样来说, 你们好说不好听,早上那里,你根本就是,那些顾客就很少进来,因为成48元,一般人就不会了,所以这个老板也很醒悟, 做一个早上的套餐,和下午的套餐,如果是31元来说,今时今日来说,也是非常靠得住的, 加上它这里的粥品来说,是没有,所以是不错的,因为它的粥底煮得非常之好,很绵滑的, 它这个地方来说,是非常之不错的,它这个地方真的不错的,所以很多时候来说, 那些一般在这些工作的人,都很多时候来到这个大师傅,这个粥品店那里,是光顺的, 那它的东西就真的无法分泌,靠得住的, 那这个下午茶就是茶餐, 那它早晨的早餐,它的价钱是便宜很多, 那这个,这个玩鱼片粥呢,就真的无法分泌,飞临之是理想的, 那它的鱼片也有多少,你看看, 那一条鱼片都这么美啊,那你就好,不要听, 你看看,它有一些姜丝在这里, 它也不是说,它也不是说,是随随便便便敷衍你的, 它也是真材实料给你的,有一些葱, 那鱼片粥呢,有很多时候,有人都会加些花生的, 但是这里没有加,如果你吃鱼片粥,就有加的, 因为这里最出名的是什么呢,最出名就是这个鱼片粥, 鱼片粥呢,它都是非常之不错的, 那么,至于那些玩鱼,鱼片粥那些,那些就比较贵的, 所以就很少人, 通常一般,我很多时候来到这里, 都见到它就是,那些人呢,就当时吃鱼片粥多, 鱼片粥就比较多一点, 但一般来说,那些人都喜欢吃鱼片粥, 那那么,一般来说都是, 那嗯那,一般来说呢, 那样来说,也都是, 那就是,那些人喜欢吃鱼片粥, 那呢,那样来说, 那些人喜欢吃鱼片粥, 那,鱼片粥呢, 那,鱼片粥呢,它都是, 一样这样,都是31元, 那杯就有炸轨了, 那杯有炸轨了, 那杯炸软呢, 那辣了, 那杯呢,已經煮了三十四元, 一般来说,这个地方亦都可以说得是很多人光顺 是不错的 刚才吃过,这个炸粮的味道也非常靠得住 你看看鱼片,鱼片真的很大 这些姜丝来说,亦都煮得比较醋 是不错的 现在试过,这几样东西来说,是否很靓 这个油炸粿的气孔都很多 证明这个油炸粿来说,吃下去真的非常爽脆 朋友,你也听到我吃那些油炸粿 这些油炸粿来说,不是搞笑的 非常经济 这一间大菲虎粥品店 亦都可以说得是 它在香港的保拉厂,自制的游戏 是非常不同的 这个环境亦都非常理想的 这些空调来说,亦都是非常凉爽的 这空调真的很凉爽 是不错的 好,这条片就拍到这里了 好多谢各位网友的免负的订阅和鼓励的支持 多谢你们 多谢你们 多谢你们